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来到硅谷 和大家一道共化发展 共序友谊 我是来自中国重庆渝白区的罗永 那么重庆呢 是中国西南部的一个直辖市 长江和嘉宁江这次交汇 拥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渝白区是重庆组成的组成部分 位于组成的北部 2014年4月 数据国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启动建设 坐落于原来的国际商务区 距离江北的国际机场9公里 两江国际云计算中心5公里 三面环水的一个半岛 区位优势明显 交通条件 交通条件非常的便利 那么现在呢 鲜桃数据股规划了两平方公里 建筑面积175万平方米 现在罗富的气力10家 五十家 五十家 两千家 常住办公的人数 可以达到三万人 容纳三万人 那么数据的使用 从十匹币到一百匹币到一千匹币 现在已经完成 三十五万平米 那么这一间呢 还有一百四十万平方米 累计完成了投资约五十个亿 现在已经 从业人员有了一千九百余人 引进了美国工程院的院士 张晓东 台湾亚太联剧院的院士 金仲洞 千人计划专家 方佩宇等 两百余人 已经核准批准了 重庆市的服务商贸 特色产业园 重庆市首批的 特色产业科技园 重庆市首批 互联网家产业基地 以及重庆市的首批 战略性新兴服务业 集聚示范区 那么现在呢 已经汇聚了 四百九十七家 但是现在已经 如注了近六十家 其中包括 高通 ARM 中科 创达 科大训飞 华达基因等企业 现在累计 园区已经有 七十三个亿的产值 那么现在已经成为 重庆市的 中心示范项目的 信息 通信领域 实体的展示区 数据国安 以数据为 资源基础 及创新内核 从数据产业 出发 坚持 数据创新 模式创新 涟汰创新 和 协同创新 构建 以数据为驱动的 1加3加5 加10加N的 创新 生态体系 集聚五个产业方向的 核心大数据 建设 政务类 产业类 消费类 三大类的 数据库 率先建成 国家 发盖委 大数据中心 重庆分中心 国家信息中心 一带一路 大数据中心 西部分中心 逐步覆盖 逐步形成 覆盖全国 统筹共享的 大数据 分析中心 那我们主要 做的三是 无联网 芯片设计 和人工智能 五呢 是智能汽车 智能终端 航空产业 生态 生命健康 和素质城市 实是智能样的 智能样机 生产平台 那么外观 设计平台 全套的 三D打印机的平台 智能汽车 协同创新的平台 代表 遗落地平台 代表 正在落地的平台 那么主要 培训的 T级人才体系 是专业 技能人才 符合创新人才 行业 基因人才 仙桃国际学院 是由一位 区人民政府 联合了国家 信息中心 北京协同 创新 研究院 共同举办的 学院秉承 学用一体 用学 相长的 新思想 心理念 通过高端的 资源 富人和 产业创新 实检方式 针对性的培养 专业的技能 符合创新和 行业精英等 三类 那么国际的 协同 孵化体系 就是 协同 孵化 4.0 产业投资基金 创新的 社会 挖地 定制 化的 IP 专利 仙桃国际 大数据股 那么交通 非常的 方便 现在已经有 轻轨的 六号线 十号线 临近的园区 里面配套的 一周的城市 时尚生活 有餐饮 有余乐 办公的场地 现在我们 出入 非常的优惠 人才支撑 我们做了 支持申请 红颜计划 临空的 海外人才 临空的 创新人才 政府 对 联发 进行 补贴 创新的 平台 那么 认定 奖励 和 实验式的 奖励 其他有 重创 空间的 奖励 最后呢 预备 欢迎 大家 仙桃 数据 鼓 欢迎大家 重庆的火锅 欢迎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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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